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我是梁亚倩 一起来关心今天11月8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加州洛杉矶郊区的千象镇昨日晚间爆发枪击案 一名枪手闯入一家烧烤音乐八开枪,造成13人死亡 警方称枪手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可能在精神上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枪案发生在南加州洛杉矶郊区千象镇夜店Borland Bar & Grill 当时厂内有数百人正在举行一项大学生活动 目击者表示,枪手使用烟幕弹闯入存放现金的办公室 据报现场顾客纷纷躲入店内洗手间和阁楼 连枪手在内一共13人死亡,死者多为大学生 一名巡警殉职,他曾与枪手交火 他在警队服务29年,原定明年退休,另有12人受伤 千象镇位于文杜拉郡,距洛杉矶市中心约4英里 千象镇长Andy Fox表示,千象镇被视为是全美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人均犯罪率最低,全镇深以为傲 却仍然发生枪击惨剧,深感无奈 文杜拉郡警方称,枪手为28岁的Ian David Long 他住的公寓离这家酒吧很近 今年4月,警方曾接到报警,称他的吵闹干扰了邻居 警方发现Long情绪狂躁,还请来一名精神健康专家对他进行评估 后来认为他不需要被监控 警方还称Long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 可能精神上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71岁的赛欣斯昨天宣布辞去司法部长一职 川普总统宣布由赛欣斯的幕僚长惠特克担任代理司法部长 其中选举刚刚落幕,司法部长赛欣斯就宣布辞职 川普总统昨天推文表示,由赛欣斯的幕僚长惠特克暂时代理司法部长一职 71岁的赛欣斯担任川普总统的高级幕僚一年多来 由于特别检察官穆勒对通俄门事件进行持续深入的调查 赛欣斯一直备受川普指责和批评 他昨天早上向川普递交了辞呈 信中写道,应你所求,我先递交我的辞职信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 在美国总统川普开除司法部长赛欣斯后 美方对于俄国涉嫌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行动 基于俄国无关 在期中选举之前 川普内阁已经传闻有六名成员可能在期中选举后的数周内辞职 除司法部长赛欣斯外 还可能有国防部长马提斯 内政部长辛基和国安部长尼尔森等 他们的离去将成为川普政府最大一次格源变动 多位格源去职可能在政府部门产生新的混乱 也将引发参院任命听证的激烈辩论 随着七中选举的选票统计结果相继出炉 加州州政府八位首长的角逐已经一锤定音 民主党拿下了其中七个重要职位 其中有两名女性华裔高票当选 在六日举行的七中选举 加州人民用选票选出了一个可能由民主党人包办的州府内阁 从州长、副州长、州务卿、主计长、财务长、检察长、保险局长 直到教育总监全部都是民主党人 即使保险局长得票接近 但也是民主党候选人领先 在当选的加州八大首长中包括两位华裔女性 一位是连任成功的主计长余淑婷 另一位是从加州税务委员当选为财务长的马世云 她们的得票率都超过了60%高票当选 展示了华裔女性的政治智慧和专业水准 加州六日选举的半官式选举结果昨日揭晓 南加州有34位华裔或华人女婿参加联邦 加州地方市议会和学区委员及学院理事选举 其中24人连任或当选 包括十位参政新人 竞选成功率70% 成绩十分亮眼 华人社区深受鼓舞 在联邦及加州选举中 有七位华裔投入选战 其中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刘云平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陈立德 蓝灯 五人连任 成功率达71% 父亲是华裔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德利昂 已确定输给对手 及现任联邦参议员范士丹 加州参议员候选人 伍国庆在全部投票开出后 输给西裔对手苏森·Rubio 近7000票 情势不容乐观 在南加州地方城市市议员选举中 有15位华裔参加 其中角逐蝉联的 西科文纳市 吴同怀 约巴林达市 黄瑞亚 顺利连任 新人方面 尔湾市郭正明 东谷市游玉林 钻石八市周百华 阿罕波拉市 黄又平 罗斯密市 郑树菜 均杀出重围 顺利当选 学区教委和社区学院 理事选举 也有12位华人参选 寻求连任的 华裔民选官员 一般来说 知名度较高 支持者较多 行政资源丰厚 所在选区的同党选民 或亚裔选民 占多数 另方面 他们的挑战者 知名度低 无公职经验 实力差距大 以至一开票 就大幅度领先对手 稳操胜券 但是仍由部分 临时选票和通讯选票 没有开出 不排除个别候选人 还有翻盘的机会 电动车大厂 特斯拉已指派 邓霍姆担任董事长 已接替在位14年的穆斯克 这是创办人 兼执行长穆斯克 为下事案 与美国政管会 达成和解的条件之一 55岁的邓霍姆 是目前特斯拉9名董事中的 两位女性之一 自2014年起 即担任特斯拉的董事 她将立即出任特斯拉董事长 并且将在6个月通知期结束后 卸下目前担任 澳洲电信公司Telstra的 财务长兼策略长的职务 她的上任代表 马斯克执掌特斯拉董事长职位 长达14年的时代 结束 马斯克必须辞去董事长职位 使马斯克为下事案 与美国政管会达成和解的条件之一 马斯克是2004年4月 为特斯拉筹得750万美元 首轮投资资金以来 一直担任董事长 尽管马斯克仍将担任执行长与董事 然而有关马斯克在推特贴文 声称要让特斯拉 以每股420美元下市 且资金与投资人 已到位事件的后续影响 将会持续数年之久 马斯克在声明中表示 随着我们持续加速永续能源的来临 我期盼与罗平邓霍姆更密切共事 NBA昨天的比赛中 亚特兰大英队主场迎战 本季第二次交手的纽约尼克队 仍然挡不住小哈德威的进攻 以107比112苦吞二连败 欧洲足球冠军联赛昨天的焦点战中 葡萄牙巨星斯罗纳杜率队挑战前东家 曼联队未能成功 NBA昨天的比赛中 亚特兰大英队主场迎战 本季第二次交手的纽约尼克队 仍挡不住小哈德威攻下全场最高的34分 英队107比112苦吞二连败 林书豪以替补出赛 仅22分钟 仅拿下9分5个助攻 另有一个篮板 本季两队首度交手就在新球季的开幕战 也是林书豪转批英队战袍首度正式出赛 当时小哈德威攻下全场最高的31分 在昨天的比赛中 英队开赛就遭尼克打出一波10比3攻势 陷于落后局面 首节结束与尼克战成平手 次节林书豪获得更多上场时间 他也把握机会投进一颗3分球在内 单节攻下6分2助攻 英队半场打完取得3分领先 可惜一篮后 英队没能守住些微的领先优势 遭到尼克反超 最终就以5分差落败 吞下2连败 欧洲足球冠军联赛 昨天的焦点战 莫过于葡萄牙巨星C罗纳杜 面对前东家曼联队 他在主场进球 但还是无法帮助尤文图斯获胜 以1比2败给曼联 这场H组的大战 双方以0比0一路打到第65分钟 C罗在禁区接应凌空射门 红魔1比1追平 然而第90分钟时 随着一记乌龙球 曼联以2比1击败尤文图斯 不过尤文依旧在H组领先 曼联排名第二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邀请不打赏arts